2016台北電影節國際新導演競賽頒獎典禮今天舉行 這次參加比賽的影片高達300多部 其中只有12部能夠獲得入圍與提名 最後獲獎的是 觀眾票選獎 只要我長大 我非常高興大家會對原住民題材會非常喜歡 那因為對我來講 我自己是原住民我不希望大家用 但我的生活的問題很多 可是我喜歡用一種比較不嚴肅的方式 因為其實我們是一群很幽默的民族 所以我希望用這種方式讓大家來了解 特別提及講 沙目新風暴 也謝謝台北電影節邀請了我們 那我相信其他的如果劇組跟我本人一樣 在台北有了非常好的經驗 我們度過非常快樂的時光 那在此我也要特別謝謝我們的共同製作人 謝謝我們的導演 以及謝謝兩位主角 大家共同的努力促成了這部影片的可能 評審團特別獎 寶貝守門員 我非常驚訝 我當然想要感謝這個星期的 謝謝你 而且當然是 這個節目 這是一個驚訝的星期 我非常驚訝 謝謝你 最佳影片獎 海地不分類 我一踏上台灣我就愛上這塊土地了 那我們在過去的幾年 我們也嘗試拍了紀錄片 然後拍了電影 謝謝你們給予我這個獎 給了我繼續創作的走下去的動機和動力 謝謝大家 評審這12部獎總共歷經了4.5個小時 激烈的討論 這次可以說步步式傑作 喜歡電影的朋友 趕快把握台北電影節的時機 搶票觀賞喔 ETV新闻網採訪報道